他曾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党籍,却成为了新中国国家副主席。 在中国的历史上,有很多知名人物,最近这两天知识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几位,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,资历相当深厚,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,在1949年的时候,当选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。 他就是李继生,同时也是民革的创始人,他是广州人受过高等教育,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,后来又留学日本,很多的高级军官都是留学日本。 李继生起家的地方也是广州,跟随孙中山,担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,还是参谋长,到后来又升任了第一师师长,也算是国民党的老资格了。 而且深得孙中山的赏识,孙中山还赞扬党,李继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,还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,在北大过程中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但是,李继生一直以来,跟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是很好,而且李继生还被蒋介石三次永久开除党籍,不过,最终都恢复了。 第一次是在1929年的时候,蒋介石和李东人白重喜,发动了蒋贵战争。 蒋介石以勾结贵系的名义,扣押了李继生,软禁,并且永久开除党籍。 不过,在918之后,迫于压力,蒋介石释放了李继生,恢复了党籍,之后的李继生也是一直在做着反蒋斗争,后来爆发了昭明的福建事变,期间还想跟红军合作,但是没有成行,不过,这也是激怒了蒋介石,第二次宣布开除李继生的党籍。 第三次是在西安事变后,李继生通电反对内战,还接受了中共的主张,逼蒋抗日。 最终,李继生再次在国民党政府里面任职,这个时候抗日形势严峻,李继生也是一直主张抗日。 第三次被开除党籍,是在内战的时候,因为李继生站出来,劝说蒋介石不要内战,还公开发表文章,号召国民党内部人员抵制内战。 蒋介石又以背叛党国的罪名,第三次开除他的党籍,并且公开通缉他。 而且,李继生在1948年的时候,联合宋庆龄,何湘宁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,也就是民革,李继生担任主席。 当时,新中国即将成立,需要这样的民主党派来一起共商国事,所以,毛主席就邀请了明格等民主党派一起到北京,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,当选为新中国的国家主席,还有政协副主席等职位。 李继生等人跟毛主席周恩来从礼,等人进行了深切的交谈,也表示了自己曾经的过错。 李继生在1954年,还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最终在1959年并逝于北京。 李继生在1959年,还会副委员长,最终在1959年并逝于北京。